大家好 借着现在还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盆栽桂花 这颗桂花呢 在上一次视频里边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呢 当时不知道名字 借着几位朋友的指点 这会桂花呢 它确定是日香桂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种 这颗日香桂呢 是嫁接在留书根上的嫁接日香桂 日香桂呢 它是一种四季桂 一年呢 有两百多天的花期 它不仅花期长 而且呢 非常的农香 甜郁的农香 令人愉悦 开心 日香桂的花期长 花量大 它的长势也很旺盛 我这颗日香桂 当时拿到的时候呢 只有两个枝条 裸根 幸运的是它活下来了 活下来之后呢 就长势很好 然后就长出了很多的枝叶 随着它日渐成熟 它的花量也就越来越大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第二波花了 当丁一波花卸了时候呢 我增加了水肥 然后每天的浇水量呢 也还是一如既往 隔天浇水 只要看到浇水盘里的水干了 我就会浇水 虽然桂花呢 它是属于比较抗旱的植物 但是呢 多点水 足量的水呢 也会使它的植株更加健康 减少胶叶 开花也就随着根系的 根系的健康而多起来 当然 这颗桂花也是有益 也是得益于它的嫁接跟流苏的 流苏与桂花呢 可谓是绝配的组合 流苏根呢 它是抗病性好 适应性强 生长旺盛 和桂花亲和力又非常的好 所以桂花在它的上面 就可谓是枝繁叶茂了 很容易就出现爆花的现象 在养护方面呢 这颗桂花我是放在前院的 一天呢 会有五个多小时的太阳 浇水上呢 在春夏季到现在都还比较旺盛 生长旺盛期 都是隔天浇水的 当桂花十一月底的时候 就要减少胶水了 具体情况呢 还要根据当地的天气要看 像现在呢 像加州的天气 北加的环境呢 一个星期 十一月份之后 就是一个星期两次水 当然 因为加州正在经历一场 巨大的干旱 冬天也是非常干燥的 甚至有的时候 也是热气比较温度高的 所以呢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是否要增加浇水的次数 这棵桂花现在呢 如果不算根 已经有一米五的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全景 可谓是花团景畜 每条枝桥上都是爆花的样子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盆栽日香柜 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视频对您养护桂花上 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